去他的结婚 和我妹在我们的新房偷情 你够狠 灵灵 你们 给我找你们这里 最帅的男人 他能睡女人 我就能睡男人 小姐 我们这里是正规场所 糟了 他怎么来了 就是他 我好硬啊身材不错嘛 你是这里的头牌吧 今晚救你了 我很满意 姐姐带你去开房 刷卡 想睡我可以啊 但是要喝法 我本来今天要结婚的 便宜你了 被车 民政局 爷 民政局已经下班了 让他们加班 你说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干这一行了 你身体应该很好吧 没关系 姐姐一会儿疼你 姐姐在跟你说话呢 没礼貌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在做些什么 知道啊 演化 好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是不是不行啊 小妖精 这是你自找的 是 二爷 马上到 我一直不忍受 我来说 你怎么给你 老板 那是 你 有关心 我成為了 你 今天 我这样 但你准备还给我们独立举举一切 实际上对手 还能够帮给你的腿 真爱给你 你不打得能够写 弄着 弄着 有你运动 加速的偶数 一轮才完体力 运气起 运动的变化 醒了 你是谁啊 昨天你大方刷金卡 要睡我的时候 可没问我是谁 那个 你技术挺不错的 要不 你先走 怎么 翻脸不认人啊 老婆 老婆 我怎么会跟一个鸭王结婚 牟 嗯 你该不会是那个 盛氏集团的谋吧 难道整个男士 还有第二个姓谋的吗 嗯 大家都是成年人 夜勤这种事情很正常 嗯 当做没发生过 怎么能这么算了呢 我们现在可是合法夫妻 要不 要不 离个婚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离婚 想都别想 听到没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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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好 你们好啊 嗯 你 嗯 灵灵 是你 灵灵 还好你没事 我找了你一晚上 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你担心我什么 你跟你的情妹妹不快活吗 来找我做什么 对不起啊 我真是我一时昏了头 对不起有用吗 说对不起 就能管住你的下半身 雨晨 你带她去的地方 是我们的婚房 是我们的婚宠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姐姐 你不要怪陈哥哥 是我勾引了她 姐姐 你要是生气 你就打我吧 姐姐 我知道 你一直恨我 我就不该出生 不该活着 对不起 陈哥哥 昌星 你要干什么 我没有脸 姐姐姐她就让我死吧 这不是你的错 你怎么那么傻 大嫂 二爷让你去泳池边找她 大嫂 这边 疯子 这么久 还没学会游泳啊 要你管 流氓 你放开我 别乱动 在这里 让我上火 可不好啊 二爷 默默小姐来了 恭喜二爷得偿所愿 也不枉费您 惦记嫂子多年 只是 老爷子那边 最好别让我知道 有谁走落了风声 她要是少一根汗毛 后果你知道 是 站住 离我远点 牟玉 伯父问 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把婚期给定下来 婚期 我不可能和你这种女人结婚 牟玉 你真的忍心 伯父这么大年纪了 还抱不上孙子吗 莫小姐管的是不是太宽了 既然这么着急 不如和老头结婚 生儿子可比生孙子简单 牟玉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二爷 大嫂她 跑了 牟玉 大嫂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不知死活的小贱人 肯跟我抢男人 哎呦 我们家清清身材可真好 比起苍灵那个小贱蹄子穿 好看多了 给我放下 这是我的婚纱 你们的脏手 没资格碰 姐姐 都是我的错 你别生气了 我就是太喜欢了 想试穿一下 试穿一下 那你爬上我未婚夫的床 也是为了试一下 我未来老公行不行了 你什么意思啊 苍灵 自己管不住男人 还怪我们家清清 你怎么不说 是于晨勾演的清清呢 我管不住男人 有你们两个人在 谁管得住 当初你就是这么爬上我爸的床 现在又叫你女儿当小三 真是也计交不出凤凰 你 你 你光有嘴力还有什么用 我告诉你 你爸已经决定 让晴晴替你嫁给于晨了 我不要的男人 你们还当快保 这垃圾 送你 你给我闭嘴 你这个逆女 再怎么样 她也是你妈 你怎么敢这么对她说话 我妈早死了 她算哪门子的妈 你 哎 伯父 你别生气 灵灵她只是一时接受不了 爸 请进 请进 爸 你要打就打我吧 不怪姐姐 诚哥哥不要姐姐了 姐姐恨我也是应该的 你看看你 你把晴晴气成什么样子了 我欺负她 从小到大那一次不是她先挑事 最后受罚的都是我 现在她爬上我未婚夫的床 也是我欺负她了 灵灵 你非要闹得大家都不好过吗 我凭什么让你们好过 她拿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仪器 我的男人 我的婚礼 还有我的婚纱 接下来是什么 就因为我没有一个当小三的妈妈 这婚纱 就算毁了她 我也不会给你 你们都是一群睁眼瞎 背着两个女人 耍得团团转 你再说一遍 你以为我不敢吗 现在苍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妈给的 而你呢 拿着我妈的钱 让别的女人还生下了仓器 爬上了我未婚夫的床 我妈要是知道了 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enjoy full show on more short